台湾心脏手术降雨国际 像画面上这种透过电烧的心导管手术 因为伤口小 复原快 复发率有低 是这几年解决常见心律不整问题的主流方法之一 不过不说您可能不知道 这个对心脏病患来者可以说是重大福音的手术 其实在零件设计上是有一些您意想不到的细腻之处的 包括了画面上这个一扣上 就很难打开的防呆装置 或是方便单手操作的握把大小 以及防止划破医护人员手套等等的设计 都垫高了这个侵入式衣材的难度 而这个在全球越来越普及的手术背后 有一家台湾的隐形冠军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立机型连接器厂商郑林 郑林一开始其实也跟多数同业一样 是从PC跟消费性电子起家 而后来怎么会锁定医疗跟 待会会介绍到的光通讯者两大立机领域 而转型的过程又是如何呢 麦里电街记者肖彦祥 专访到郑林的陈炎诚总经理 陈总经理他有一套独门的挖井水理论 早期开产品都是开一整系列 然后想要去卖给客户这样子 可是后来会发现你怎么做 都是跳进了鸿海的市场里面 因为你做出来别人都有了 那时候我们就发现 我们就重新在六七年前的时候 我们就重新检视了一下这家公司 到底我们有哪些核心技术 我们有哪些客户群 我们就发现我们有一些客户群 例如说我们有些医疗的客户群 有一些光通讯的客户群 虽然这样的比例非常小 可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跟技术 却可以满足这些 我们这些医疗跟光通讯的客户群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同一检视了发现说 我们有些核心价值 其实不一定要去做消费型电子 做PC产品 而是可以去做医疗产品 或光通讯产品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决定说 那我们把这些核心价值 开会放大 其实这些这个市场 第一个它时间要非常耕耘时间长 再来就是除了时间长之外 再来就是它的量也比较小一点 像消费型电子或PC的NB的产品 动价都数百万piece 我们在做这种光通讯的 或者做医疗的 可能订单给几千 或者是几万piece而已 可是它可能的时间就可以很长 我常常把这样的市场 用挖井水来做比喻 消费型的市场就好像挖井水 可能只要挖个五米深 水就爆出来 而且量非常的大 可是它干的也很快 你可能要赶快再去找下一口井 可是做医疗跟做光通讯的产品 你可能挖井要挖五十米深 一百米深 可是那水可以冒个十年二十年 所以我们才决定说 那与其让它只流一点点水 那我们要不要把那些消费型的井放弃掉 我们去深掘这些光通讯跟医疗的井 把它挖深一点 让它水能够流多一点出来 所以我们才做这样的转型 好即便像陈总提到的 郑林原来就带有医疗跟光通讯的基因 但是像是几乎都攸关人民的医疗手术 客户当初为何愿意舍弃国际大厂 而采用郑林的产品呢 其实也有着天时地利人和 尤其医疗产业 所有客户它都是 至关人命的产品 所以我们的客户 它在选用供应商的时候 它第一个 它也不敢选一种新的公司 或规模太小的 因为对它来讲 任何产品的变更 都要经过 以美国来说 都要经过美国FDA重新认证 所以它不敢去冒这种风险 因为它的量也不会太大 你想想看 一台几十亿的那种断层扫描仪 它一年可以卖几台 可能就五百台 一千台而已 那它能够买的零件 其实也就五百台 一千套而已 所以它的采购溢价能力 其实并不高 可是它又需要供应商 能够长久稳定的 持续的生产 并且也能够 持续的交货给它 而且能够了解 医疗产业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那我觉得郑林今天 能够切进去 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第一个 我们运气很好是 我们在二十多年前 我们就已经有一个标杆客户 第一个医疗产品线 其实就是一个客户的 客制化的一个新道管理机器 2008年 2009年 麦兄弟发生的那一段时间 全球的 尤其德国欧洲大厂 他们都缩减规模 甚至于就是官场 因为那时候景气 整个不好 整个交期 从原本的可能十二周 延长到二十周 延长到三十周 甚至于到四十周去了 那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情况 而在那段时间 因为郑林刚好有这些产品线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提出来一个 例如说四周 八周交货 因为这样子 我们也不去嫌弃 几百匹斯的订单 慢慢的我们客户开始建立了 所谓信任的关系 可是这几年其实政府 尤其台湾也在慢慢的 所谓的生计医疗这一块 一直在倡导 也在政府在推行这一块 那我们也藉由跟其他 例如说跟台大医院合作 那透过我们跟外界 开始沟通了解这种发现 其实这一个的联系器的门槛是高的 你都已经做到新导馆这等级的时候 对它这些客户来讲 你就直接跳到这个位置上面来 你就不用去担心 客人还要再问你一些 你的产品行不行的问题 郑林已经成功 做进难度很高的 新导馆原型连接器领域了 而接下来还有没有 往下整合的计划 那我们现在也在跟 江森江森这边 就强生集团这边的 在开发下一代新导馆也是一样 也开始直接就是锁定 不是只有一个连接器的问题 而是带整个模组 那为什么会朝向模组的问题 最主要是因为 新导馆它有个特色就是 医生操作的时候 它是单手在操作 所以为了让整个新导馆操作速度越快 侦测的越精准 它PIN数要越来越多 就是接触点数要越来越多 以目前现在所有新导馆的PIN数 大概就在50个PIN以下 所以手把还握得住 那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其实我们跟强生集团 这个合作新的一代的新导馆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研发所谓的3D的接触 把一个这么大概只有不到一个 手把握得住的大小连接器里面 我们塞进了将近150个PIN 到200个PIN在里面 完全颠覆了以前所有连接器的结构 跟以前连接器 现在目前产业上所看到 特别是这一个连接器 我们在申请专利的时候 我们专利事务所特别跟我提到说 在台湾我们送这种连接器的专利 100件99件要被退 它这一件事它唯一遇到 就是送一次就过去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是绝对具有独创性 跟开发性新创的一个产品出来 那也是解决 现在目前在医疗产业上的问题 除了医疗 光通讯是证明另一个布局的重点所在 在这个强调高速传输的领域当中 郑林已经在亚洲同业当中 位居于领先的地位 不仅满足客户对速度的需求 还得有客制化的设计能力 郑林大部分做的光通讯件器 大部分都在板端 在板端这一块就比较偏向 真的完全连接器的这一块 唯一跟传统连接器最大差别 就是在高频的速度上面 我们郑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基础 叫做压阶型的连接器 就是Placefit的连接器 这个连接器这里已经做将近 快要25年以上的历史 这一种连接器它不需要焊接 也不需要所谓的SMT这种高温的制程 它就纯粹就像锁固一样 像锁螺丝一样锁进去 这种制程其实在欧美在国外 用非常普遍 因为它就是广泛用在通讯 航台军用这些高可靠领域的地方 都只要用到这种压阶型的角 对于这里来讲 我们只不过把这个角开始往上延伸 去开发所谓的光通讯连接器 当然在这开发过程当中 遇到很多挫折 因为原本连接器就是一个 我们常常开玩笑讲 就是通跟不通而已 可是高频连接器有些到速度的问题 因为我们一般连接器的公司 大部分的工程师都还是以机械的为主 电子的比重还是很少 可是我们在这几年我们借由跟台科大合作 台湾科技大学的杨成发教授合作 他已经合作将近五年了 我们每年都有资助这个学校 然后赞助这个学校 并且在跟学校成立了所谓的高频的共同实验室 那这几年呢 我们就是借由跟学校的所谓的产学合作 然后慢慢的把阵营在高频年期里面的 所谓电子的高频这一块慢慢把它补足上来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一块领域上面 我能够很骄傲说 我们应该在台湾甚至在亚洲里面 我们现在目前开发出来量产的产品里面 我们现在速度应该是 前几名列前茅的 这几年我们在这个高频的设计上面 最大差异性跟其他的厂家最大差异性 应该在于说 我们不是只有设计一个连接器的问题 因为高频连接器这几年遇到最大的问题点就是 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产生的热量越来越高 对于整个系统而言负担越来越大 那连接器厂商原本只是一个设计一个连接结构 连接电讯号的一个产品而已 可是因为这几年因为高频热的问题 我们在我们的内部也成立了一个热的单位 也成立了一个热的实验的设备 然后也买了模拟软体 为什么 为了什么 为了就是解决客户热的问题 所以我们最近几个比较大成功的案例 包含跟以色列的Mainers这些 目前几乎就是做好200G的产品 那也开始小批量开始在出货 那最主要就是成功的地方就是成功在 我们很快速的帮客户解决散热的问题 就像总经理所说的 郑林在挖的是更深 但可以留得更长久的紧 不过要能够避开鸿海竞争 也得要有特殊的功夫 郑林又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竞争利机 未来还有没有需要补强之处呢 我常常讲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起点 尤其在整个趋势上来看 因为医疗电子化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高频这种Data Center建置 云端 工业试点 甚至于所谓的大数据都使用到高频的 云气件 那这个利机已经奠定的非常好 那这两年我们认为 我们在整个经营上遇到最大的障碍点 是在于 我们自己本身 有没有所谓世界级的挑战的 企图心跟心态 我们原本的做法可能 还是依循的我们传统中国人的想法 可能就是很保守 然后凡事就是谨慎应对 可是我们发现这样子的做法 可能让公司反而会沉沦下去 甚至往后倒退 因为你不敢踏出去跟人家竞争 所以最近这一半年来 我们公司也设定了很多新的想法出来 包含我们自己喊出所谓的 转型的三个路径 第一个 我们走向所谓的TPS 就是丰田式的生产 或者金石生产 第二个 我们改变我们商业的模式 从原本的MeToo的产品 Copy一堆 到我们去了解客户的需求 然后提供我们自己的价值主张出来 所以我们第二个转型路线是 我们创造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出来 第三个是我们创了一个所谓的 微创一材的生态系 因为我们认为现在要去做好一个产业 可能不是一个产品的问题 也不是一个产业的问题 是一个生态的问题 就是说你可能必须从应用端到使用端 你去了解你能在中间扮演什么样的好的角色 你的价值能够在中间扮演好的角色 所以我们对于公司的转型 我们希望我认为最大缺乏可能就是 现在就企图性 那我们认为现在有好的基础 我们应该展现我们的企图性 而不是在用保守的方法去应对 现在这一个你有这么好的基础 然后用这种方法去应对 2017年的郑林 因为受到代工客户产品的新旧交替 跟工业电脑大客户拉货调整的影响 前三季还处在低潮 但在两大利基领域基数层次 以及客户广度深度 仍然持续的升级之下 未来核心领域营收占比 能否一路增长 并且带动整体营运电高 将是观察这家公司所有的重点 感谢你的收看 订阅一下